有關昨天網路流傳在土城區四川路 就是巨星檔鋪在4月中旬也曾經遭到開槍這個案子 經過土城分局偵察隊群線來追查 該档庫在4月10號凌晨4時左右 確實有趙年持這次的空氣槍 前往档庫桃鐵門射擊山發的情形 今天警方已經帶回涉案的三名少年來依法救辦 這個案子經過土城分局偵察局的調查 派出所並沒有所謂的施案的一個情形 當時退職他無任何的報案紀錄 昨天在社群網路發現流傳的這一個開槍的畫面 偵察隊主動追查涉案的少年身份 那進而申辦 至於本案跟4月20號 該桑庫遭趙年開槍這一個案子 有沒有觀點 目前由政察隊在詢問釐清當中 20號這一個趙年 他是已經經過趙年法庭裁定搜索 昨天再流傳一段趙年開槍的畫面 那是否是路過的民眾拍攝 警方專案小組這邊也存疑 那不排除是涉局由共犯來拍攝 那專案小組目前也啟動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的應援隊 獨一調閱監視器過濾來追查當中 在這邊再次呼籲江湾幫派的不良組合 不要欣呼警方犯案的一個決心 那顯然黑道幫派或者是天門行業 去刻意吸收利用這些未成年少年的部分 那警方這邊會擇由刑警大隊 少年隊少年警察隊加強來查辦 也呼籲年輕的朋友不要輕易的加入幫派 以免日後無法脫身 在那邊 感谢观看